加南诗歌第319首 十字架的爱 耶稣用十字架 十字架的爱 废掉了代代冤仇 耶稣用十字架 十字架的爱 缩短了我们的距离 祂用十字架 十字架的爱 征服全人类 无不屈膝 无不口称 耶稣基督为救主 脚步踏向重重山 手而敲开扇扇门 报答主恩 一生无求 无怨也无悔 我们是神的仆人 耶稣用十字架 十字架的爱 十字架的爱 被调了代代冤仇 耶稣用十字架 十字架的爱 缩短了我们的距离 他用十字架的爱 他用十字架 十字架的爱 保答主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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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无求 无怨也无悔 我们是山地仆人 让我们一起读圣经 以福所书 二章十三至十六节 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 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 靠着他的血 已经得亲近了 因他使我们和睦 将两下合而为一 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而且以自己的身体 废掉冤仇 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 为要将两下 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 如此便成就了和睦 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 便借着十字架 使两下归为一体 与神和好了 哥林多后书 五章十九至二十节 这就是神在基督里 叫世人与自己和好 不将他们的过犯 归到他们身上 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 托付了我们 所以 我们做基督的使者 就好像神 借我们劝你们一般 我们替基督求你们 与神和好 参考圣经 创世纪三章十五节 菲利比书二章八至十一节 迦南之音 远离神爱 彼此为仇 十架大爱 化敌为友 主题 神的爱 让我们一起祷告 主耶稣 感谢你十字架的大爱 废掉冤仇 使我们能亲近你 我们愿一生 做你忠心的仆人 把这和好的道理 传讲给世人